然後我要把彈簧扣上去 對 這個很難 這個要很大力 它支撐性才會夠 不然陳思雅也來幫我 思雅 要不要一直用力 手要小心 要扣進去 扣進去 扣進去 討論一下 思雅是有後台的 還是自己做最辛苦的一個部分 木頭都已經先釘好過來 先釘好 感謝老闆 那剩下的也麻煩你囉 好 那我們看到那黑色是彈簧對不對 那個叫 S型彈簧 這個是在我們底部 我們坐的支撐的地方 就是你坐下去然後去開槍RAP 有 有那麼彈嗎 我覺得不行 以這個尺寸來說 它是不是 算是拉不拉多的尺寸 差不多 那我們第一步要做什麼 那我們現在要先把S型彈簧 固定在上面 好 所以我們基本上 我們這個的長度會釘五條 五條彈簧 S型彈簧 對 先從正中間去平均 分攤五條的位置 它是直的釘對不對 對 我要先釘一條給你看 我要把它切成五等份就對了 對 你當然要釘 你要給我看 你就好釘四條給我看 一張 別再欺負老闆了 第一條在正中間 這樣子 剛剛是不是有什麼東西噴出來 沒有 氣 氣槍 這是氣槍 對 然後再一個在 在平均正中間 再一槍 對 這個可能要拉的話 要比較大力一點 固定好之後 然後再拉過來 這樣子 然後在上面再固定一槍 這樣一條就好了 好喔 那我要釘囉 老闆 哇塞 嚇跳 還有一個板柱用力耶 然後我要把彈簧扣上去 對 這個很難 這個要很大力 它自身性才會夠 好 不然陳詩蘭也來放我 我已經用力了 手要小心 要扣進去 扣進去 因為有什麼方法嗎 有啊 它應該有訣竅吧 它不能拉中間 要拉前端 對 我覺得你要一次性的 因為卡進去的時候 怕夾到 但我幫你 我幫你用身體的力道 這樣你手就不會抖了 可以了 我覺得我比較厲害 怎麼 這就是我們的皮帶 可是為什麼要有皮帶 支撐度才會更好 這樣比較不容易塌掉是不是 對 再來就比較簡單一點 比較簡單 然後我們要把這個布封上去 部分完成了嗎 完成了 對 那我把它翻過來看看我 現在是長怎麼樣 好 現在長怎麼樣 喔 好 加油 加油 完全 在北京 好 我 快樂 那我 發身 做得不夠 好好